吃完新港禮 我们一路从嘉义县来到了嘉义市 这里是台湾第一个建成的都市 古名叫做侏罗山 在市区里留有不少古籍庙宇 到后来宗教文化的发展也很丰富多元 接下来就带大家去拜访一间财神庙 虽然不是古庙 但供奉的财神却很有历史 而且还是少见的文财神 我们的文财神 福塞就是我们财神的比干公 它就是无心 它现在无心 那时候就探去海 然后欧 要让那个地王那时候要做药 欧的心就是玲瓏心 吃这个会好 所以才来它就是中 欧心在地边 今天陆寺 铁峰 这么骗的感觉就是 原来这里供奉的是中心 无心 没贪 无输心 所以今天由此带我们所有的 带来到你的财口 原来这里供奉的是文财神笔干 然而了解了文财神是谁之后 也让人好奇 他为什么会落脚在这里呢 相传最早的信仰是从明末由一指香火袋开始的 后来信仲盖的小庙失火而被淡忘 直到台湾光复后一名无心的人家 受到了持府王爷指示 才知道自己住在了财神庙原本的旧址 因此为文财神雕塑今生 并且建立了大新宫 后来签帝改名 成为了现在的嘉义文财店 然而既然是财神爷 自然是要求财 但是来到这里要怎么求财队呢 中干十五 我们来到这个财神殿 我们就是要来求财嘛 对 但是要怎么样拜 才可以拜到我们财神爷的心坎里 你问得到 所以你今天问得到我 我告诉你 你来文财店就是要求财 博文和小材嘛 所以你来 整台先拿这种索文 这种索文 你要什么 祖祭 祖祖 祖明 忍告 转个手腕 这就是转身 我们在那里都要转手腕 转身 要让财神业找到人 对 对 这种转后 把它放到这个保障金面店 但是你如果比较特别 我再教一个方法 如果真的财口不败 是 你可以把财神来求 这个做完補 这就是要素材 这个东西 很高败的完補 对 这个完補 这个完補 这要钱吗 要求免财 这个和信徒业的代理 你要求多少要做来用的 你如果要求十二粒 你就做来用 做比较多就好 你如果说没办法 有没有办法做 你自己随便说 说10个旁边 我这就给你求完補 我就这给你 丁面的给你補一下 就好了 盼钱要记得要来完 对 但是总干事很奇怪 为什么你还准备 稻子和古类 用这个来拜祭神是对的 你要问到哪里 拜祭神不是你拜这个 没有 来 我带你来看 好 你没看错 总干事居然还准备了 稻子和五谷 台湾百庙从北道南 介绍了这么多的庙 这拜法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刚才你说 祭神就是 我们关这个 丘国和这个五谷 就是要来拜祭神的 卡列金星空雀 就是来拜这个五谷 美尊神明 都有他的得力左右手 而文财神的帮手 竟然不是我们熟知的虎爷 而是第一次看到的 金圣孔雀 这个金星空雀 就是我们六方兄弟 所输给我们文财神的 是我们文财神输中 这个金星空雀 顶着就是说 派给你就是说 我们座边团两边的同样的意思 要什么事情 交代给我们金星空雀 去处理 去团这些 做信物 我们的金星空雀 很厉害 所以也有在 那三十中 大钱 大钱 都会发财 你若说 那个小钱 大钱 变财财 他可以帮人加钱 对 很厉害 这个功雀 真的 你全世界都没看 就是说 廟夫 靠金星空雀 就是我们文财神 叫 寄所俗 俗话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少人也会来到这边 分领财神爷回去 好帮自己的财运 加持一下 在文财店这里 每年来求的人 络绎不绝 像是这位冯先生 还特地帮神尊 做了一套专属神袍 为什么这么虔诚呢 因为他和财神爷之间 就有一段传奇故事 在95年的时候 我在这个附近工作 95年那一年 就是被倒工程馆 工程馆被倒 被倒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有开票 差不多180至200 那个地方 只是说 我们那时候是刚在拼 在拼的时候 就是说本钱也没有很多 被跑了以后 就是心情比较沮丧 没有再信这个神明 那时候就是 来到这个附近工作 然后我太太就说 看到这一间庙 不然我们下来拜拜 那时候我就很火大 火大就是说 拜什么拜 又没有什么神 你拜就有钱 我们得工程款的钱 就可以 欠人家的可以还吗 他就是说 你不拜我自己拜 我就站在外面 就抽了烟 三支金在心里 在那边一直在 在干条那边 心里就很不爽 不服气的冯先生 待在了庙外 心中对神明破口大骂 只留下了老婆 在庙里祈求神明 我太太的意思就是 要跟她交换 把以后的运气 先拿来前面 可是太神明 她就说不用 说不用 然后结果呢 结果是怎样 你知道吗 很神奇在这边拜拜 楼下的卤 我们拜拜了 要八支箱 楼上的是七支箱 总共加起来是十五支 在这边就是说 财神也就是跟我太太说 我会给你 你不用去挪用后面的 我就是会给你 先帮你渡过这个关卡 可是你们夫妻一定要放下 先把对方的仇恨先放下 结果回去 就是有去玩那个签字的 结果就 对 就这样子散过 向神明求财 还是要求正财才对 冯先生说 当时她危机度过之后 又再次回到庙里 过了完了以后 我才回到这边才跪她 跪她 然后掉眼泪 我就跟她说对不起 对不起 那时候我太 我是在外面很呛 我在外面很呛 说话真的很呛 你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你呛她 对啊 我就跟她说对不起 然后就第二次 然后又让我过 把基签的东西 就是全部都过 然后我就无几头地了 财神也慈悲 帮助信徒度过难关 嘉义文财店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对学生也特别关照 像是从民国92年开始 庙方就赞助国小营养午餐 直到109学年度 已经捐出了5000多万 受帮助的人不计其数 就连大学生 也同样受到了财神也帮助 我们是桃音季的创办人员 那我们都是 微群也很热爱音乐的 高中生或是大学生 从学生时期就喜欢乐器 喜欢表演 那所以我们就联合起来 然后一起办表演 然后办活动这样 我想要一步一步一步改变你送我回来 下车 很多人其实认为就是玩乐小孩就是都会变化 然后不读书 然后就是会有不好的负面行为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其实玩乐的时候 你当下投入在那一 就是你当下在投入做音乐 或者是在练习 不管是在练习弹吉他 或是练习歌唱的时候 你其实在专注做某一件事情 不会像是大家说的就是会变化 就是反而你会让自己的专注度会变高 他们是嘉义的大学生 高中开始活跃在学校的热音社 本来彼此在不同学校因为音乐而认识 为了要寻求表演平台 他们自掏腰包办音乐祭 而有名的嘉义陶音祭 就是他们主办的 当初是一群以社团性质为主的小朋友 然后喜欢玩音乐 所以举办了比较多像惩罚或迎新的活动 那渐渐我们发现 那既然大家都那么喜欢 那我们其实当初也面临快要毕业 那我们就想要把这个精神继续传下去 就创立了陶音祭这个比较大型的活动 因为喜欢音乐 所以大伙凑在了一起 还广邀各地爱好音乐的好手来参加 两到三间的音乐活动 不收门票都是自筹裁员 直到有一年得知 文财店有补助款可以申请 于是这群学生到财神店这里祈求 也牵起了同学和财神爷的缘分 当初我们在办小小的音信的时候 我们就有去求过文财店 那像我们学生嘛 其实没有什么资源 我们一开始 大家读书都会拜文昌嘛 所以我们想一想 那我们现在缺钱 所以我们就想到财神了 那嘉义最有名的财神庙 大概就是文财店 既然它可以帮助我们 那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资源 传给附近传给嘉义的居民 那希望财神可以来助我们一辈子力这样 这几年有了文财神的帮助 陶音机的活动也越办越火 学生开心有舞台可以发挥 也不忘在文财神生日的前几天来拜拜 好好打谢一番 才算我们是这个陶音机的所办人员 感谢我们历年来的活动的帮助 今天生日来跟你打个谢这样 手拿清香感谢财神爷帮忙 在文财店这里 把信徒托付的每一份善款 转而用在帮助国家未来主人翁身上 也许这才是财富真正的含义 感谢财神爷帮助国家未来主人